開啟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這個邏輯 上函數我想大家都會 不過如果是有一些比重 比如說百分之多少 像假如說第一次月考 我是佔百分之三十 所以請你在第一次月考上面輸入百分之三十 百分比 第二次呢一樣是百分之三十 第三次的話呢 百分之四十好了 這邊有百分之四十 好 那也就是說呢我有四次加起來百分之一百 那如果說我的學期成績的話 理論上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不外乎就是用公式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麼 等於 他的成績 乘上 所以一個STOP 乘就是STOP 乘他的比重 加上他的成績 第二個成績 乘上他的比重 再加上 第三次的成績 再乘上 他的比重 OK應該可以知道這個公式了 然後最後打勾 不過打勾之前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那個比重 在第十一列 所以呢底下有沒有向下填滿 下面 13要變14 可是 11 還是要11 所以呢 11不能變 對不對 怎麼辦呢 請你在11的前面加上什麼 SHIELD加上4 就是把他鎖起來 鎖列就好了 OK 藍其實不用鎖 因為我們沒有向右 所以11的前面有沒有 11的前面 加上一個前的符號 應該 應該可以看得到 只是這個解析度不是很好 大概知道一下 OK 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這邊 因為這個解析度太低了 放錯位置 好 放在那個 記得喔 放在11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向下填滿 這個錢的話早上有講過啦 就是 我把那個11列固定下來 否則你向下填滿 那個比重的部分會跑掉 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 這個是利用公式做的 那你想說 公式有點麻煩 如果今天的那個 列數比較多的話 那不就很麻煩 還要很多列嗎 其實你們在 簡報裡面的第32頁應該也有 所以如果像這種問題的話 假設是兩個範圍相成的結果 你要放在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請你在倍數裡面 換另外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請你利用那個 數學與三角裡面 這個類別數學三角裡面 找到那個SUM開頭的 叫SumProduct Sum Sum底下有一個叫SumProduct 這個SumProduct 它實際上呢 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如果你有 很多個範圍 比如說兩個好了 兩個相成 的總和 你要把它 放在儲存格 某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SumProduct 按確定 它會跟你要什麼呢 Array1 如果未來你們看到Array的話 基本上指的就是範圍 那第一個範圍呢 就是什麼 比重的部分 所以有三個 那這三波檔 目前 因為只有三個還好 如果你有 可能有10個20個的話 那方式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範圍 互相成的結果 那你可以用 SumProduct Array2的話呢 是它的成績 當然如果說你還有第三個 Array3 你可以再選 它這邊 最多好像可以讓你選 最多255的範圍 不過理論上不會用那麼多啦 我們現在用兩個範圍 那一樣的方式呢 請你在那個 11列 的這個範圍 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的話 記得就是說呢 一樣在11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號 不過呢 你要鎖兩個 有時候我習慣把它整個選舉 按F4 按一下的話呢 是藍列都鎖 按兩下的話 就鎖列 那理論上 我只要鎖列就可以了 那按F4 記得喔 範圍選起來 按F4 它會自動在 你的藍列前面加 前的符號 那稍微會快一點 我希望按兩下 就對了 兩下只有鎖列 再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呢 它會自動也幫我把那個 兩個範圍相成的結果 算出來 那理論上 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應該第二個方法會比較快 尤其是如果你資料範圍越大的話 用三波的還會越快 為什麼一刷 整個就全部選好了 那如果說你用剛剛的公式的話 如果你這個假如說有 我十四月考 他家平常考好了 那你不就一個乘一個 一個乘一個 一個乘一個 一直乘 乘到 對不對 很浪費時間 那如果你將來會有類似這樣的需求的話 可以用三波打取代 OK 所以第一個 三波打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來看那個 SUM IF的函數 所以切到SUM IF 第一個SUM POD 先試著做做看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來看SUM IF 這個SUM IF 等於是 SUM加IF SUM是加總 IF是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 邏輯是當什麼條件 為真的時候 才加總 意思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要怎麼做那個SUM IF 比如說像這一題呢 這個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想要把銷售部的 這個範圍裡面 是銷售部的獎金 幫我加起來 這個開發部是 這個範圍裡面 是 開發部的獎金 才加 那當然未來你有可能 這個範圍裡面有很多部門 然後也會有很多獎金 那 不同的部門 的加總 那以前你可能要什麼 海序還是什麼 然後還要再篩選之類的 或者你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不過其實這種小範圍資料 沒事幹嘛用一個 那麼複雜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重新排序 你資料亂掉 如果你篩選 你還是會重新又會 再把它變 如果你簡單的話 你可以用SUM IF就可以完成 可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SUM PRODAR先完成 再來試試看用SUM IF 做不同部門的獎金總和加總 我試一下 結果